十六零四分 你所列的是第二个小时的FUN MUSIC 刚有预告 第二个小时节目呢 有新朋友来 哇 我真的觉得我节目 主管们对我好好 公司对我好好哦 总是会找到很多 就是很帅的鲜肉弟弟来我的节目宣传 他们是谁呢 2021年的时候有一个 哇 非常红的一个选秀节目 叫做原子少年 有好多好多 很有才华的弟弟们 从这个节目当中脱颖而出 那么我目前搜集到的有 像是火星Phoenix 还有金星Vera 那么今天来到FUN MUSIC是谁呢 刚好听到了 刚刚的第一首歌 就是他们的出道单曲 叫做水星座 他们就是阿夸园少年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夸园少年的易洋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夸园少年的 里边跟郭安 郭安 你心好适合广播 而且是那种夜间广播耶 比较剔皮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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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好好听喔 竟然我想到Phoenix的 怎么办姐 现在的经历很差 Phoenix 对 Max 对他也来过我节目 然后说哇 你们的声音真的很适合广播 浑厚的赏音 没有错 其实有时候粉丝会说 欸 郭安 你要不要开一个属于自己的Podcast 然后说 欸你有这个打算吗 那种睡前听的那种 对 睡前 很适合 或是你只是一个 你知道念故事 不一定要聊天 就只要看你拿一本书 然后在那边念里头的文章 睡前故事也很疗愈耶 哦就是这样随便念的 对啊 我记得你之前有前一段时间 好像蛮喜欢听Podcast的 哦对 我前一阵子超喜欢听Podcast 真的哦 可是你有想过 如果你要开自己的节目 你要跟大家聊什么 或分享什么 聊什么 对我觉得这个比较 比较需要动脑 就是思考一下 嗯我觉得这个很难 对不对 比较很难 现在已经开始企划了 对 你现在就可以从今天开始练习 因为我们现在在IG上面 有开直播 欸你们常常在你们的那个IG直播吗 阿垮 大概 99一次 对 但我们比较多都是比较像是个人 自己的 自己的粉丝 自己的帐号 这样三不五十 就是没事就跟粉丝 出目一下 真的吗 对 真的哦 OK 给他们一个惊喜 给他们一个惊喜 好我们今天也算是一个惊喜吧 没错 刚刚讲到AQUA原少年 跟大家介绍一下 他们就是从原子少年 那个选秀出道的嘛 然后呢 他们是在里头 是在水星 代表的是水星 对不对 对 对 然后呢 他们是比赛当中 平均年龄 最小的一团 那我们就来让他们 今天就好好的认识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AQUA原少年 其实呢 是有五个团圆的 没错没错 有风鸣 然后有郁佳 还有红道 然后今天来到节目现场 是易烊跟秉玉共玩 对 为什么只有你们两个来呢 其他人是怎样 今天是来宣传我们的 两首个人单曲 That's right 因为他们呢 发了个人单曲 其实在之前 上个礼拜吧 我觉得我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过了 那我觉得今天太好了 既然本人来到现场 今天就由你们两个 各自好好的来分享一下 你们这次单曲 那么在分享单曲之前 我们先来分享 你们当初是抱着 什么样的心情 然后报名 参加原始少年 这个比赛好了 而且你知道他们两个 年纪有多小吗 我知道逛玩才18 你才18 对 然后 易烊才19 而且我必须说你们的造型会不会变太大了 你们一岁怎么一年过去你们整个形象改变这么大 你们不是水男孩吗 变比较 呃 变长大了一点 好像少了那个青春感 对 因为 AQUA原少年 你们的特色是什么 跟大家分享一下 水嘛 水男孩 水做的 青春 青春 因为年纪最少 有活力 一开始打造 真的就是很 很青春 然后很校园感 毕竟跟你们年纪也很搭 你们那时候参加比赛应该也才高中吧 高中 对 那时候 那时候威尔宏道才14岁吧 对 他刚 14是国中 刚准备那种海选的时候 他那时候才14岁 我的天儿啊 好 那你们两个当初是 抱持什么样的心情 然后来参加这个原始少年的比赛的 其实我当初 你是易烊 对 好 我是易烊 就是 其实我当初是 抱着一个 去尝试的心态 因为其实我最开始是 理工生 对 我是读理科的 然后 但我其实我自己 平常可能假日那种休闲时间 我很喜欢去跳舞 然后也很喜欢 去KTV跟朋友一起唱歌 唱歌 所以 因为妈妈也是 妈妈是音乐老师 所以她也很想 就是 算是 很鼓励你吗 对 然后当初要看到 原始少年这个广告 而如果说 我也没有兴趣 可能去尝试看看 不管结果好坏 就可能当初有个经验 竟然是妈妈看到了 对 然后问你要不要去试试看 我就想说好像还不错 那时候你 刚刚高中嘛 对 然后又不是读表演科系的 对 只是喜欢唱歌跟跳舞 对 然后那时候的你 就是 就是 是一种什么心情去赛下这个比赛 就你进到这个比赛 之后 其实 你的那个感受是什么 就是你看到这么多 哦都很会跳很会唱歌的人 一起在这个比赛里面竞争 其实就是有一点 就是来这边 长见识的那种感觉 我跟妳讲 我真的很建议大家 那时候你有明星梦吗 那时候 其实小时候就有了 哦有明星梦 小时候就很想要 嗯 才会想要参加嘛 对不对 我真心的推荐大家 如果你有明星梦 你喜欢唱歌跳舞 你喜欢表演 你一定一辈子 一定要去参加一次选秀比赛 你真的会一系长大诶 对不对 这是义扬 对 成长很多 对 贡丸了诶 比语 哈啰 哈啰大家好 我是贡丸 诶你为什么叫贡丸 哦为什么叫贡丸 对啊 其实 我小时候 我的亲戚 就是我的阿姨们 然后他们都 因为我很喜欢吃贡丸 然后小时候的头型 比较像贡丸 嗯哼 但只有限于小时候 嗯哼 然后有一天我就 我就去上 我人生中第一堂的跳舞课 嗯 然后老师就问我说 诶 同学请问你有什么绰号吗 嗯哼 然后就这样子 呃 贡丸 贡丸 然后我就一直到现在18岁 对18年 然后都都被叫贡丸 其实你前一世也蛮接受这个绰号的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很接地气耶 就是很好记 对我觉得他刚好也是一个 一个美食啊 对啊 也是一个特色 也是我们台湾的国民美食 那你当初是怎么 抱什么样的心情 参加这个比赛 是你自己想要参加 还是像那个 艺朗一样是妈妈 或是亲朋好友 告诉你说 诶有这个比赛 要不要试试看 其实我跟艺阳也有点类似 但我的心情比较是 我心情那个时候是 因为我 我一直跳舞嘛 我一直是 从小时候一直跳到 呃 进节目 然后现在也还在继续跳 然后那时候是我跳舞老师 刚一老师 然后他就问我说 呃 诶 公娃 那个最近有一个选修节目 叫原子少年 那你有没有兴趣 你要不要继续看 因为他觉得我的 我的 我已经好几年 然后都是过着 一样的生活 就每个月啊 都在冲比赛 一直跳舞这样 然后他觉得 我或许可以 换个跑道 让我体验看看 不一样的感觉 这样子 然后我就说 哦 呃 好啊 去去看看 我那时候的心态 比较是那种 比较 比较那种 比较消极一点 就 就我觉得 你去那边不是为了要得到什么 对 只是想要去 试试一看 试试看好了 那我去征选看看 因为我 我那时候是觉得 反正也不会上的那种心态 我跟你讲 这种心态 最后都一定会 结果 对 被选中 然后中了 然后第二个 第三个 第十个 第五个海选 然后慢慢一直到后面 就 诶 就进到这个节目 然后也就 进了水星的这个大家庭 是的 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呢 就是AQUA元少年 从水星 登入地球的 异阳还有贡玩秉日 我们先进广告 待会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哦 我以为我要进广告 诶 结果还没有 我竟然还有一首歌的时间 真的是很抱歉大家 好 那我们就继续聊了 刚刚讲到 分享的就是 呃 贡玩还有异阳两个人 当初参加这个选秀 原子少年的心情嘛 然后就一路这样 过关斩将 嗯 那么 到最后 在去年的时候 你们正式出道 是这个原子少年第一团 出道的 那是什么心情啊 好好奇哦 因为你们的名字是第几三吗 还是第四 第四 总排名 好像 应该是第三 第三名 对 其实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了 然后呢 既然是第一个出道 那时候会不会压力很大 原子少年 就是 首支出道团体 八卦 原少年 其实会 对 还是会有一点 因为大家一直想说 哎呦 那我们就来看看 第一组出道的表现如何 这样 但我觉得还还蛮开心是 嗯 是 呃 是我们五个人 然后都 有一起从这个节目中出道 因为我们其实从 从节目中比赛的时候 我们五个人其实就 就累积一定的感情 嗯 对 然后大家也真的都 我们的感情真的蛮好的 嗯 对 说真的 然后 出道了之后就 我们也很开心 我们也都为我们彼此感到很开心 然后进入了中指音乐 嗯 开启了 AQUA的新生活 没有错 好 刚刚讲到就是你们五个人 团体 就是团员们感情都不错 然后也发了一张你们的专辑 对不对 然后 专辑目前还在筹备中 还在筹备中 还在筹备中 啊 你们这也是发了很多支的单曲 没错 哦 你知道他们真的是 厂商的最爱 有好多好多的代言 其实 大家在我们上可以听到 例如说有 之前有带你过燕麦奶啊 然后 有洋饮料啊 我觉得大家应该是看中你们这种 很清新 然后就是 很阳光很有活力的形象 而且都跟水有关 你有发现吗 我们跟水 蛮有缘的 都很有缘 对 然后呢 这一次他们会来到Fly Music 就是因为他们两个人 各自都发了一支单曲 没错 所以我们下一段节目 我们就让你们两个好好来介绍一下 你们自己的solo单曲哦 好不好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那么现在听到这首歌 其实是你们AQUA的最近的那一支单曲 叫做圆绿 团体的歌曲 嗯 清明雨天每天都想你 POP RADIO 是我养起 耶 就一起在一起 这是谁呀 这是谁的solo单曲 要不要自己来介绍一下 哈喽大家好 这是 很好认吧 这声音 这低沉的声音 它就是 比日共玩 没错 有你自己来介绍这首歌好了 嗯 在介绍这首歌之前 就跟 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是我们 现在在做专辑的其中一个部分 那我们每个团员都会 都会释出自己的 自己 属于自己的单曲 你们队长封面已经有一首了 对 目前已经推出三首了 所以你是接棒在队长封面 我是第二 第二发 对 第二棒 第二棒 这首歌叫做 Drum Test 你 所以介绍一下 嗯 这首歌 其实想要 传达的一些概念 就是想要 大家珍惜 身边的人啊 嗯 就是不要因为对方 嗯 每天 都会传信息给你啊 他给你的一些关心啊 然后 或是 给你 怎么讲 让你注意一些事情啊 什么的 就是你可能习惯这个人的存在 然后你就会 听得理所当然 对 你就会觉得这些都是理所当然 yes 然后 要告诉大家好好珍惜啊 而不然这个人一旦走了 离开你了 你再后悔就有点来不及了 哦哦 对 那这首歌其实 他剧情在讲述自己 可能小昨日后的一个氛围 嗯 对 然后是你藏在心中有一个很久的事情 然后都不敢 不敢 去跟对方讲 但你就借由小小昨日后 你有了那个戒酒壮胆的感觉 然后就 就把你心中的事情 可能传给你喜欢的对象 好不然就是你的朋友啊 或是你的家人 我还以为说 是那个 就是心中一直有一件事情 不敢跟朋友说就是 你到底什么时候要还我钱 之类的 诶 这个很难起起的诶 你有被朋友借钱过吗 嗯 好像 或借东西过 好像没有诶 诶 是很难诶 我觉得 哦 有啦 我想起来了 我觉得印象最深刻是同学借那种橡皮茶 不然就是 这你还要他还哦 不然就是 立可待 通常那种东西都会直接不见 有立可待很需要还 通常那种东西就是 同学给你借 然后他就不会再还你了 会直接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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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朋友都找不到 对 哈哈哈 有没有这样吗 因为一个橡皮蛋跟立可蛋 所以这个在学生 你们在校园当中是会发生的事哦 对就是 其实算是说他只是一种很小的一个文具 但可是 你因为少了这个东西 你就还要再特地 诶很不方便 再去买一只 那个很麻烦 不是 我看我学生时期 有跟我借过橡皮擦 然后不还 好像没有耶 我可能 可能我们现在都 我很长耶 比较懒一点 都那种不带文具的同学 然后说 诶我今天 刚好没带到 借一下 没错 然后借了借东西就不见了 这是一个什么文化 诶你这个刚好没带到 这个已经 诶那个 七天了 所以这 诶 诶所以如果他跟你借 然后你会记得吗 是谁跟我借 然后去跟他要的这件事情 其实我会有点忘记 对啊 因为那种 没有过太久 对啊 过太久 对啊 但这种都其实不是讲这种事情 它还是属于比较甜甜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就是 你有曾经就是 别人传讯期给你 可能有 另一种十几二十个 未读之类的吗 或是未接来电 好像蛮长的 谁 我还蛮长的 就是没有接到对方电话 对 我会超生气哦 因为我是那种就是 我现在在专注做一件事情 我就会专注于 那一件事情上面 我是一个没办法一心二用的人 要不然我就会 两件事都做不好 他是完全不能一心二用的人 所以你比如说你在工作的时候 你可能是会很长一段时间 不看手机 不看讯息的 我一定就是要专注于 那一件事的事情上面 我觉得像一阳就很厉害 一阳就是可以一心二用的人 例如说 我们那时候 我们那时候我们在开会 然后在讨论事情 然后一阳就 头低低的 然后不知道在干嘛 然后我就觉得他没有在听 开始爆料咯 来了 我觉得他没有在听 但那是纯属心中的想法 然后我们队长风鸣就 先发 然后就出来说 一阳那个 啊 啊我们刚刚讨论什么 然后他直接从头到尾 哇全部弯弯整整 全部表达出来 我这样子 哇开心 所以你是真的有在听 我是真的有在听 那你头低低是为什么呢 这样讲的好像我会分心一样 就是感觉他在分心啊 就是他已经好像已经 就是已经快要睡着的那种感觉 还是你是低头在做笔记 就是其实我是在听 但是我表面上看起来像我在发呆 所以你常常在团体当中会给人一种 你一直在发呆放空的感觉吗 就是比较 怎么说 就是比较 我觉得这不是要由你来说 应该要由你的partner来说 就是一种放空感 形容一下 因为我之前有看你们其他的访问 就是一阳感觉就是团体当中 就是话最少最安静的 没错没错 所以今天我得知到 就是一阳跟那个逛晚要来 说哇怎么办 一阳会不会话很少 没有耶 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你还满 还满放松的耶 你是不是有进步了 有进步有进步 是不是被逼着 压力使我成长 其实一阳是真的 我们之后成为AQUA之后 然后我们就慢慢的把他魔化 魔化 把他心中的那个 那个吵闹的灵魂给逼出来 OK 那逛晚你在团体当中 你是什么 担任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常常说什么担当 什么担当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给一阳来回答 好啊 因为我也不知道她的想法 你觉得她在你们团体当中 她的角色定位是什么 共玩吗 舞蹈担当 我都很会跳嘛 对 但如果讲 可能我们在讨论事情或什么 她会比较像是那种 合适老担当 哎呀 就是她的个性比较 个性比较随和一点 真的 她的个性比较随和 然后 就是比较像是那种 就是会有点 就是如果两个人意见比较不合 他就说 好没有啦 其实就是她 她也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在中间帮忙 中间协调的那一个人 对对对对 你天秤座吗 我是双鱼座 双鱼座 蛮适合这个角色的 对对 天秤座也是 反而 因为你的外表看起来不像 就反而你的个性是这样 对 我觉得我是那种 呃 外表跟认识后 然后会 差蛮多的人 有反差的 因为我们就是属于外表看起来 很有距离感的人 对对对对 因为你的五官就是很立体 然后眼睛很有神 然后行又是这样子冷冷的时候 你就会不太想 不太敢靠近 但是你这种人很 我觉得很痴向的是 就是认识你之后 你就会说 哎呦 跟我想的不一样的时候 你就会对他产生很多的好奇 好像有那种反差感吧 我听我身边的朋友们讲 对对对 那时候有那种 反差的感觉 嗯哼 嗯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 Drum Test 就是 李秉玉 阿夸元少年里头 在共玩的个人单曲 欸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跟 例如说团体一起 唱的时候的 感觉是什么 一定有很多不一样吧 我觉得那个感觉差超级多的 就是团体的时候 然后我们在录音团歌啊 至少都有人可以cover你 就你很唱错啊 或什么样 旁边的团人可以马上帮助你 跟你讲说 欸 公啊 你的音可能要再高一点 你的情绪可能要再多一点 嗯哼 但是在录这首 Strong Test 一个人要完成 从头到尾 很赤裸的 你的对面就是制作人 然后就是制作人 会直接跟你讲 欸公啊 你那个怎么样 嗯哼 欸我们的那个直播好像断掉 没关系 我们待会处理这问题 所以我觉得 自己一个人跟团体 真的会有很大很大的差别 就是那种安全感 一个人就会觉得 对对对 上面没有人cover的感觉 我觉得那个安全感 就是变得很少这样 但是如果你之后 在外面开始跑你个人的宣传 你就要一个人在舞台上 跟你旁边有兄弟 感觉也不一样 对就是我第一次上台 自己一个人唱自己的单曲 就一个人然后要hold整场 其实第一次上台的时候 真的超紧张 就觉得哇 我旁边四个兄弟欸 空空的 他们在台下看 不见了 他们在旁边这样 呼呼呼呼 对 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带回来哟 来到第二首歌曲 这首歌曲呢 有没有觉得两首歌风格 跟整个营造出来的氛围 真的是差很多欸 但我觉得非常适合 他们两个人 各自声音给人的感觉 刚刚听到的共玩 我说共玩的声音就是 很适合 就是例如说 在那种就是 酒吧啊 听到的声音 就是很性感 共玩的声音是性感 所以他可以像学士像刚刚那种 有一点 撩的那种曲风 对 有一个氛围感 很棒啊 然后听到这首歌 就是一个小清新 一样 这首歌是完全是为你打造的吗 这首歌其实 是在讲一个很害羞的人 就是你啊 对 刚好我也是一个很害羞的人 对 我很想知道 你的害羞到底是装出来的 还是你真的私底下 也都这样 其实我私底下也是 这就不能问你了 这就要问共玩 OKOKOK 你试一下他真的是这样吗 他其实真的蛮害羞的 说实话 真的假的 都已经熟都在一起 欸不止一年咯 就加上你们之前在比赛时期 可能又两年多了 他真的一直都这样吗 但但其实他算害羞归害羞 但他有时候那个开关打开的时候 就会真的很好笑 他就变成一个很吵闹的一个人 那他的开关要怎样才可以被打开 就是被我们四位团圆打开 对 有什么 什么点 或什么话题 他会 就是特别 应该是我们很喜欢滑那个 IG的reels 然后呢 我们常会看那些 抖音那种短片 好笑的是不是 对我们在看那些 好笑的短片 然后我就会 我都很常传给他 然后他也很常传给我 我们每次在那边笑 真的喔 我们就连刚刚在旁边准备 然后也都在看 也在看 他们两个都可爱 他们两个在我们在听歌的时候 我们在IG直播嘛 他们两个超可爱 他们直接就对着镜头 然后跳了 你们自己为各自的单曲编的首饰舞 对不对 首饰舞在哪里可以找到 呃在我们的官方 IG 找原少年吗 阿夸原少年 有一个特效 现在这个 呃 这个挑战刚出来 所以也是欢迎大家 可以去挑战一下 因为这个首饰舞 其实有一点点的小难 所以算是一个小挑战 OK 那这首歌呢 你自己介绍一下 益阳 这首歌其实是在讲 暗恋 暗恋 谁没有暗恋过啊 就是我有一个很喜欢的人 喜欢很久很久 但是我一直 没办法鼓起勇气 去告诉他说 我很喜欢他 去告白这件事情 所以 这首其实就是 到最后就是有点像 自己的内心戏 就是一直纠结说 我到底要不要 告诉他 我的心意 这样子 然后到最后 我纠结了很久 还是决定说 好 我不能让自己后悔 所以我还是勇敢一次 不管结果如何 我还是去把我的心意 告诉他 这样子 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 你有曾经这样发生过这件事情吗 这个倒是没有 所以这也完全就是 你的内心的小剧场 其实这首 应该说整段 这首歌其实从主歌到副歌 其实一整段都是 都是自己的小剧场 都是一个小剧场 然后包括到最后的Bridge 然后到最后结尾 真的放开来 就是真的走去告白的 那个瞬间 根本就在看偶像剧啊 很浪漫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现实生活当中 你真的遇到你喜欢的人 也会像这首歌一样 其实我比较像 一直在想怎么办 我到底要怎么告诉他这件事情 但我是真的可能 会不敢告诉他那种 我也感觉得出来 然后跟我们的感觉 应该是直接丢直球的那种 会吗 我应该算是丢直球的那种 是不是 如果感觉对的话 然后你也觉得对方 欸好像对你蛮有好感的 你就敢直接说 对 那个感觉应该都感受得到 对 对 哇 我然后就比较是那种 可能默默 两个人就可能陪伴 我就比较 我比较喜欢那种 就是那种朋友 慢慢 再升华成 就是曖昧 然后呢 就是一起 一起这样 应该说 怎么讲啊 一起生活吗 就是一起这种 打闹啊 玩在一起那种 然后慢慢在 那种氛围 你需要先熟悉 对 我需要先熟悉 先从朋友开始 有些人可能 因为你们年纪很轻 所以我其实也蛮好奇 就是现在年轻人的 就是关于恋爱这件事情 不就是素食嘛 搞不好就感觉对 欸就在一起 可能它连一个仪式感 都没有 就是 嗯 吓死我 吓死我 我这手机竟然是跟我说话 Siri 安静哦 就是 我们以前可能就觉得 一定要有一种 就是你愿意跟我交往吗 这种仪式感 欸搞不好 现在年轻人已经不需要了 因为其实我们 有点算是 比较算是特例 因为其实我们 现在就是已经在 算是有在工作的阶段 所以我们会有 应该说 会比一般的学生 再多一件 需要担心的事情 所以就不会 放这么多的心思 在可能谈恋爱上 我觉得你们可能也没有时间 对 因为最近就是 不管是忙宣传也好 或者是 丑备专辑也好 其实时间都是很紧凑的 没有错 而且粉丝可能也不会答应 也不能 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 刚刚讲到小剧场这件事情 你们有演过戏 对不对 我之前在那个 塔马克老板当中 看到你们的客串演出 我觉得很可爱 那你们喜欢演戏吗 我觉得其实还蛮好玩的 好玩 其实演戏就是演一个 呃 没关系 就是演一个 就是演一个 不像是自己的人 就是 就是 我可能在现实生活中 我不会 担任到这个角色 但是我在演戏中 我去表演出了这个角色 嗯 是一个蛮酷的一个体验 所以现在 塔马克老板的那刻 算是你 算是你的处女秀 对没有错 哎呦 所以你未来 应该算是第二次接触演戏 嗯 因为我们第一次接触演戏 是在我们的单曲 一步一步 没有错 对 那次算是第一次 真的接触到演戏这个部分 嗯 对然后就是 其实当初在练习 什么的 也就是 算是一个挑战 嗯 因为就是 一开始不知道要怎么去表演 但我们团有一个 蛮会演戏的 郁佳 最爱演的是谁 郁佳 他是有 比较多演戏经验的 OK 所以我们就可能去 请教他一下 就是问说 欸这段 如果是你的话 要怎么表现 嗯 可能就是 学习一下 他旁边就是担任 技术指导 演戏 表演指导 没错没错 好说那么多 我们不如现在直接来吧 好不好 这首歌叫做 always you 然后也跟告白有关 对不对 逸阳你先好了 我现在手上有四个签 然后呢我特别找了就是 偶像剧跟电影里头 很经典的告白台词 台词 对 所以呢我们就来看看 逸阳会抽到哪一个 其实他刚刚说 他对于表演 对于演戏还蛮有兴趣 愿意尝试看看 那我们现在就来现场验收 他到底有没有天分呢 我们两个一人一提 对吧 我觉得你先抽你的 我看有两张 我看有两张特别厚 哎呦 特别厚不一定代表 就特别难啊 搞不好 话少的比较难也不一定哦 好 那我就拿这张 告白 告白 很多欸 每一部爱情电影当中 一定要出现的啊 我的少女时代 你有看过吗 有我有看过 哎呦 2015年我的少女时代 然后我选了一段呢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就是那个 呃 宋云化 然后他在听一个随身听 然后就是那个 王大陆录了一段 告白给他 然后这是他的独白 所以我们现在就请逸阳 为我们演出这个告白 这个很恋爱 你要先 你需要先消化一下 这个感觉吗 但他最后有一个 这是 你可以说 西班牙文 好 好 我给你15秒的时间准备 好 我给你15秒的时间准备 好 15秒 你要去想象你就是 欸他有什么名字 呃 呃 呃 徐泰宇 徐泰宇 好 准备好了吗 想象我是徐泰宇 对我现在就像是一个试镜 我们现在要试的就是 我的少女时代 这是一个独白 好准备好吗 有点紧张欸 好 OK 好 Action 虽然 你又矮又笨 还喜欢别的男生 即使这样我还是很喜欢你 如果你听完这卷录影带 就抬头看看天上 因为那时候我会知道 原来我喜欢的那个女孩 正在看一样的星空 阿葵 提阿姆 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星日 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 如何贡玩 评分一下 你觉得他刚刚的表演 有需要调整的地方吗 我觉得蛮深情的阿 真的阿 挺有那个feu的 这样的告白 你有可能抽你嘴巴脱口出吗 有点太直球了 这么耳肉吧 所以徐泰宇才用录音带录音阿 他不用看到本人 诶其实我这首歌也是 有一个录音带的概念 有一个卡带的概念 对 对耶 这是一个什么巧合 很刚好很刚好 诶那既然贡玩也在 贡玩抽一个 蛤 我也要 诶你超这样一个 我跟你说 我觉得那个益阳挑的是 里面难度最简单的 蛤真的假的 因为他是独版 他不用演 他只要发誓内心诚恳的 说出这段台词就好了 来来来 好我抽这个好了 好 我们来看看贡玩会抽到哪一部 那部电影或电视剧的 经典告白台词呢 哦 你也出来那部电影 或是电视剧 当男人恋爱时 哦太棒了 哇 我就期待你们可以抽到 当男人恋爱时啦 来你有看过吗 秋泽跟徐泥演的那部电影 有 你有看过吗 有 我有看过 那你知道秋泽在里头的角色吗 他是一个台客 对他是一个很台人 很有接力气的台客 所以你要现在 你要就是 就是想像你就是他 那个 气口要有 那气口很难 啊我就演徐伟宁啦 好不好 浩婷 好 我试试看 我们先演第一个 你喜欢我对不对 你喜欢我什么 有点烙咖啦 还有香香啦 这样啦 哦 哦 诶 我根本没办呢 有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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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我是该你 这 对你好 放手 我爱你 哦 哦 我爱你 真的直求告白吗 很适合他的 好拍哦 好拍哦 全种台语那种感觉都出来了 而且我觉得配上你的声音 很适合 我覺得可以喔 我覺得這段很適合郁佳 郁佳,真的嗎?他今天沒來啊 郁佳的台語唸的真的是很漂亮 下次請他來 這句真的是敲玩一下 我愛你捏 好,這首歌叫做 Always You 唱的就是暗戀的心情 很想要告白,卻不知道如何告白的心情 POP RADIO 是我氧氣 就一起 在一起 十點五十三分 今天在Full Music當中 特別設計了一個小劇場 因為呢,易昂的單曲跟告白有關嘛 其實公版的單曲其實也跟告白有關 就是把心裡的話讓對方知道這件事情 其實也很重要 所以呢,就想說好,那我就找 就是四部我覺得很經典的電影電視劇的台詞 來讓他們挑戰看看 我覺得他們表現得很棒 所以呢,既然你們對於表演的也還蠻有興趣 我覺得未來希望可以看到你們有 例如說有別於唱歌唱跳以外的 就是其他的想幕,例如說演戲 對 其實我一直以來也都是很想要 去接觸看看演戲這一塊 唉唷! 嗯! 因為其實 像 因為郁佳她的演戲經驗比較多 然後我常常聽她在公司啊 可能跟我們分享什麼的 聽起來 滿有趣的耶 那你有沒有跟公司就是毛遂之間說 唉唷!我也想試試看 其實之前有去試鏡過一個 唉唷!電影 嗯! 但是沒有,很可惜沒有上 嗯! 對!所以就是希望 之後如果還有機會的話 可以挑戰一下 但還是要先多練 唉唷!我跟你講我以前呢 我就是屬於那種很愛演的人 就是我只要在追劇的時候 我就說哇!這段她演得好好喔! 然後呢我就會在那鏡子 模仿嗎? 那一段就看著鏡子想像那個鏡子裡頭 那個是 對對方 可能是男主角 然後就自己在那邊演得很開心 我覺得你可以回家嘗試看看 這也是一個練習 對!而且我覺得你去表演之後呢 你可能很多東西就會被打開了 你可能就不一定是 團體當中畫最少的了 你知道嗎? 對!我覺得你可以試試看 那開關又被打開了 又被打開了 我覺得你實際上有很多開關 就是在等待大家被 就是把它打開這件事情 沒有問題沒有問題 好喔!那來到之後這一首歌 有沒有近期 我們有什麼樣的活動 要跟大家分享 近期的 然後你可以看到AQUA 或是你們兩個人 近期的公開活動就是 12月9號 在高雄夢時代 有一個OPEN的氣球大遊行 沒錯 是AQUA都會出席嗎? 對!我們五個人 五個團員都會出席 沒有錯 也會表演 沒有錯 那如果沒有辦法到高雄去 未來還有什麼機會 看到你們 或聽到你們的新作品 目前聽到就是你們兩個人的 solo單曲嗎? 對!目前還有兩位的單曲 那其他兩位團員 也會有自己的單曲嗎? 會的!會的!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的計畫 是我們五個人 出完單曲之後 再來就是準備籌備 專輯的部分 哇! 所以我覺得應該明年吧 因為已經到了 快要12月啦 應該差不多 應該差不多這個時間 明年就可以聽到 AQUA的首張 首張專輯 沒有錯 然後專輯出來 就一定會有什麼簽唱會 簽名會啊 或是專場了嗎?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明年AQUA應該會 還在計畫中 非常忙 很開心今天可以看到你們兩個 來到節目當中 帶著你們各自的單曲 那希望下一次是五個人一起到 好不好? 好! 再讓我們可以認識其他的團員 再一次謝謝 易陽還有秉玉 謝謝